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小新先生 今次為大家帶領LAKER推出的 沒錯, 又是回到未來的FIGURE 回到未來好像說了幾次, 又有新FIGURE 今次亦是這個馬田仔 第什麼版本呢? 就是這個試鏡的版本 這個封面, 今次是用了一個試鏡的宣傳海報 叫你10月24日3時, 3時半 記得去這個學校的禮堂試鏡 這個就是它的Cover 然後我們開來看看 原來跟之前的FIGURE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它只是在舞台上試鏡的裝束 就少了一件橙紅色的背心 另外配件是有些不同的 有什麼區別呢? 稍後就看看 現在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拿它出來玩一下 鏡頭一轉, 我們已經開箱了 就要看到包裝內盒 竟然印上試鏡的舞台 我們近一點看看 就要看到有一個鼓在這裡 還有抗音器 非常之有心思, 設計的很棒 好, 然後我們先看看FIGURE的本身 這隻FIGURE說明是試鏡版 就跟之前那個是有些不同的 拿到之前那隻出來對比一下 其實呢 如果BODY來說, 只是沒有了一件橙色的小背心 其他都是大同小異, 差不多 對啦 好, 那我們繼續說回這隻FIGURE 好, 現在我們先拿前一點看看 這隻FIGURE 那就是, 跟之前一樣 都是有雙頭雕的 LAKER的好處就是 最近回到未來系列都是買大包的 買一盒FIGURE就有兩個頭雕 可以給你換頭 非常之好 頭雕就跟之前是一樣的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都是舊帽子 好, 然後先說一下它的造型 除了一件橙色的背心之後 就是這個藍色的牛仔的外套 牛仔褲 然後這次的手型特別一點 這隻手型是一隻 開始變色透明了 變透明的手型 為什麼呢? 跟著這部電影 差不多開始要準備消失了 如果它完成不到某些情況 影響到歷史 它就會消失了 不存在 所以這隻手型 是現在給你一隻透明的手型 另外一隻也是一個 攤開手 放鬆一點的 張開手型 好, 之後呢 就有兩隻的替換手 一個呢 就是彈結他用的 拿著皮 另一隻呢 就是拿著結他用的 磁結他手型 來的 跟著呢 就是一把黑色的結他 一個黑色的結他 跟之前呢 它第一隻是黃色的結他不同 那個電影開場用的黃色的 迷你結他仔 這個呢 就是試鏡用的 一個全黑色的結他 配以這個呢 紅色的結他的背帶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一部劇奏機 一部很迷你的劇奏機 現在看回真的 對了 那當時呢 這個是80年代的流行文化的用品 來的 然後呢 就是一個 舊舊鐘樓的宣傳單張 藍色的一張 就是叫你拯救一下這個 Crotana 大哥 快點夾錢籌款 那這張照片是什麼呢 本身呢 這張照片裡面呢 還有哥哥和姐姐 那因為哥哥和姐姐已經消失了 那現在還差Martin 將會 就快被消失了 那所以呢 這張合照呢 是很重要的 如果連他都消失了 那就玩完了 那現在呢 就幫Martin 換了他的招牌的 黑色的結他 那就可以重現 在舞台上面 試鏡唱歌仔的那一幕 那你趁回之前舊款的Martin 一起比拼一下 究竟誰比較漂亮呢 那現在呢 就幫Martin 換了個很詫異的表情 再看著他那隻 半透明 快消失的手的模樣 嘩 這個表情是非常棒的 可以重現他現在 很害怕 快將被消失了 那不經不覺 Nekka已經推出了六款 電影回血到未來的Figure 那還會有第七款 或者還有更多的呢 那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希望Nekka會繼續推出多些 那我們就可以買多些 和儲多些 好啦 那今天的開箱環節 就到此為止了 那希望你都喜歡 這一系列的Nekka 回到未來的電影Figure 喂不趕著了 我要跟Martin 和Boss 一起回到未來啦 就這樣吧 拜拜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